鸡仔饼 鸡仔饼源于是广州 我记得就是 为什么会叫鸡仔饼呢? 因为那个厨楼人叫小房 我们看来叫小房是鸡仔 所以叫做鸡仔饼 就是这样 鸡仔饼是没鸡 只有豬肉 以前咬的雞仔餅 就一口豬肉 現在咬下去就甘香 就沒那麼多肥肉 有一點以前的味道 但有一點現代的感覺 我也可以的 過來請你們吃東西 好吃 應該帶人吃的 裡面好像叉燒棒 沒有叉燒嗎 不用吃都知道雞仔餅 雞仔餅 南乳 應該有些肥豬肉 我們出生五六十年代的小 南乳 很老餅 有些鹹 有些肥脂肉 有些雞馬 雞仔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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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陽餅 下次有 什麼 老婆 雞仔餅 你們沒亂煮嗎 試吃過有吃過 你原來沒有那裡 因為現在大外長吃薯片 喝汽水 好像吃這些老限 請了東九龍的一班街坊 試吃雞仔餅 受訪者除了小學生之外 幾乎所有人都吃過 和說得出它是什麼 雖然成份只有老一輩知道 但是見到這麼多小朋友 吃得津津有味 我們可以總結出 雞仔餅的失傳度屬於 一半 我做了雞仔餅 我想三十多年 我已經四十多歲 我十多歲 幫爸爸 都是爸爸 跟著我 因為他現在九十多歲 他告訴我十多歲 應該都有七十多年 雞仔餅 肥豬肉回來之後 洗乾淨 晚上有空 就會切粒 跟著呢 南乳 糖 麵粉 就是擦成一個膏狀 皮就是有油 麻糖 就是水 最基本都是 三樣東西 不會有其他 搞搞搞的東西 把它包完之後 切粒 切粒之後 就會放進雞仔餅 把雞仔餅打出來 形成了雞仔餅的形狀 接著就會 熟雞蛋 熟兩層雞蛋 接著就放下去 過了 過小時左右 已經出爐了 我覺得很合格 雞仔餅 硬硬硬 不要太甜 但我媽媽說 它爆開一點 是為之最美 因為它皮薄 餡多 所以它就會爆開口 那就是最美 最珍貴的 歷史 以前是很Hit的 雞仔餅 因為沒有東西選擇 所以以前的人 很想念雞仔餅 那一股脆 就不同 我們這一副 就什麼叫雞仔餅 都不知道 現在未吃過的小朋友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先嘗嘗吧 傳統東西可能很好吃 就是喜歡不喜歡也好 嘗嘗 起碼也感受過 這個什麼 什麼叫雞仔餅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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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終政府 都應該會做些事 去保留香港原本 還有文化 食品 喜歡吃 不過吃多了 辣過頭 不可以 餘三四元 都是十元肉糕 它很增值能力 十元肉糕 好 如果真的要它薯片 和這個二選一 你會選哪個 這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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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